一人家牌 我驗了三是精髓 好 我驗了八是精髓 我驗了三是茶沙 然後我在等二跟十 誰要坐下 因為這樣我視角才比較不會亂掉 看完票型想要多站實一些 我自己覺得 景下多郎的格局好像比較對 那景下多郎的格局的話 這個票型就很像是上錯票 因為大票型都上到了 六號牌身上 然後我最後為什麼會舉票給六呢 是因為六起身的時候 因為錢志偉有二號跟十號發炎 起跳願家 然後還沒有人退水嘛 然後 她就說你們有一個退水 然後我再來盤 就是她那個 她那個攻擊性沒有到 我覺得是 如果她是一張漢跳牌的話 可能會開始抓著一個 一個人開始打 所以我覺得她的心態 在勸二十誰先退水 然後剛剛還跟二號對話 想要聽聽她的退水心態的話 我覺得那個 六號的心態變得比較像 雖然十號講得也不錯 就是 很順 她的掛象 一三五七 然後先一後七 我也覺得沒問題 然後再來五號 剛剛有講出一個點 因為六號她的警惠樓 是先五後翼 就是妳剛剛說了她是 對 所以講到一個 錯的資訊 對 然後 剛好妳又是 在警上想要先站十遍的 然後因為我站的是六遍 然後妳在第一個發炎 就有一點點 稍微 她的警惠樓是先五後翼的 所以 我目前還是站六遍 但是我真的滿想聽聽三號牌 因為就像 我也認同五號有一個點 就是她說 因為現在可能是 因為就是一四七十 一四七我們頭六 然後三號一定頭十 那六號趕在警下發一個茶沙 那也可以換另外一個層面 表示她警下有她 如果她是狼的話 警下有她的隊 我可以幫她號票 這是另外一個思路是可以 是可以正邏輯的 但是我目前還是想要站六 然後我也想聽 因為我覺得 因為她在那個 警上 然後二八這個滴滴帶她的事情 然後八的反饋我覺得滿好 但是二的話 不一定真 就是有可能是那個號 我覺得 我覺得二可以再想想 我也想聽聽二號就是 在那個時間點的退水 在那個時候妳就認下六了嗎 就是我滿想聽聽看的 但八九我認為都是警上 狀態極向好的一張 就是好牌這樣子 好 過 好好發言 我一定是算十邊的 反正六發我叉叉我平拍一張 我認為 我覺得五還行 然後警上我覺得九滿好的 然後講一下敏牌資訊吧 敏牌資訊 其實我是跟十是最後看 然後最後看的上一個是看了八號牌 我覺得八號牌的表情還滿輕鬆的 但我想要特別點一下一號牌 原因是因為 一號牌我在敏牌的時候 它的表情非常的 就是妳的臉很紅 我覺得一號牌很像有身分的牌 然後講一下吧 因為我覺得四號比較怪點 是因為妳站六邊的點 是因為妳覺得六號那個位子 妳覺得 妳說他放過二這件事情 妳覺得像好嗎 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妳保六的點是 因為妳認為十也不錯嘛 但六那個位子 站在視角二跟十跳 那當然一定是有一個是在 就是滴滴的 所以他這樣子保 我覺得妳保六的點比較怪 然後我覺得 妳看大票型 妳全部站到六邊 妳要想今天十號是預言家 如果在妳們的視角 妳們都站六邊的情況下 她是發我錦下一個 精髓要撈票的 那 就是妳們要想 因為如果妳們站六邊 妳要想十號發我這個操作是什麼 錦下幾張牌 四張牌只有我上給十喔 那妳們要想一 四 七 是完全沒有她的隊友嗎 完全是好人牌嗎 所以她的隊友是在錦上嗎 所以妳們沒有參考到這個點 所以因為大票型 反正因為她幫我查到 視角很清楚嘛 那妳們要想 妳們其他人 大票型全部站六號邊 那就是 就是曾經何時這個票型 有可能是大家站錯邊的 反正我是平民牌 十號一定是真原家 然後六號牌的警惠流是什麼 先五後一 那你把七放掉了嗎 因為十號的警惠流是 先一後七 你把七放掉了 然後 對啊 我是覺得五號 六號警惠流很奇怪 因為八號有點到嘛 你還把五發在第一個 五號甚至你前面 警惠的發炎 所以你覺得二跟九都很好 甚至他連發八 因為我覺得二為 二上好人 但是二的有一個點 他不是預言家 但他告訴我說 他驗了八 因為他想知道八的身分 比較好大 因為這樣 你認為八就是鐵好人 這是我對六 比較不滿意的地方 反正十就正宜嘛 警下 一 四 七 開多狼 然後六 定狼 過了 很難 你前面聊得很好 但你最後怎麼會說 我對六比較不滿意的地方 他是 懶耶 你 你不可能對他滿意 好 我先撇出那句話 我先說我警上 會往八發精髓 是因為 八太興奮了 我以為八是愚人家 很少抽嘛 是不是 然後結果他不是嘛 那我會在六 即將發警會的時候 退水是因為 我覺得也聽得差不多 而且 六 我們先不管他是愚人家 還是狼 他採取的戰術是 就是他直接不管 所以我再站著也沒有意義 所以我坐下了 就坐下 讓六重新去講他 原本要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 不是很好分 的原因是因為 十是在第二個位置 直接跳嘛 那十完全沒有聊爆啊 對吧 就是 你說保久只是有點快 但我覺得也沒有聊爆 但六在後製位 我唯一不滿意的是 錦繪第一個壓五吧 我覺得五很像好人 因為五錦上他 在二跟十之間 他唯一一點點想站十的理由是 他覺得十在講 銘牌的掛像 他用了 誠實耶 我認為五還不錯 但是六的視野 思考量卻只是因為什麼 五縮了十站多一點點 然後就要直接把五入到 第一個錦繪流 就是我覺得沒有到 那麼好的地方 然後我現在是覺得 沒有人敢打九耶 所以有沒有可能 錦上都是好人 就是什麼二 五 八 九 都是好人 但是八想站六邊嘛 所以有點難 我覺得我可以保下來 應該是五跟九 八我沒有到很敢保的 原因是因為他那麼興奮 我以為他是預言家 但是現在他不是預言家的話 能夠那麼興奮的 我反而覺得有可能是狼 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版抽狼太爽了 那夠了 錦上十跟二仙條的時候 兩個都講得滿好 但那時候我就比較覺得 十不像 那原因是因為 十他起身說 他查了三 然後以為三是個狼 結果是個好人 我覺得這句話 就是我站在他面前 看他臉這樣講 我覺得他像是想過的 加上他的錦繪流 第一個留我 那在白天銘牌的時候 我跟十隊看了很久 我是先往十隊那邊看 看了很久以後 我給他一個微笑說 我是好人喔 然後我才往這邊看 所以我認為我那個表情 不會讓十把我擺在 第一個錦繪流 我覺得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十比較不像 那二 退水 六起跳了以後 我覺得六比較像 然後加上三剛剛發言完 我也覺得 三的發言不太好 是因為 三剛說 我像是有身分的牌 然後因為我臉半紅 就是一個很莫名其妙的 想把那個坑推給我這邊 然後後面就感覺 不知道講什麼 就很生氣的說 你們看這個票型 票型就不對啊 什麼錦下的就是站錯 那我們為什麼不會就是 那站隊的牌呢 不是說錦下多票上給六 那就是一個 六就是讓 就是站錯 我覺得用這個打是不太對的 然後加上你們一直去打六的 錦繪流很怪 那的確嘛 剛剛錦上 五號就是第一個 先去站邊給十號牌的 所以 沒有一定說錦上發言完了 所以就不能 把錦繪流流到錦上吧 所以我覺得六的這個思考 沒有奇怪 我覺得很OK啊 然後三號剛剛還聊到說 他覺得錦下開多狼 那一四七 你一直把坑推到我這邊 你四七都沒有涼 你就直到我這樣拍 所以我站六遍 然後二剛剛講完 我覺得是個問號 我可能會先擺著看看 對 我 我覺得 我有點想要把錦上的牌都保了 然後我想先打這個 一是定狼的原因 是因為他打我錦六 打得太硬了 就是因為我的名牌是一三五七嘛 那我認為五在錦上 所以他有可能是起跳牌 所以我錦繪流就壓錦下 我認為名牌很緊張的一跟七 對 雖然他聊我名牌資訊那是沒錯 他確實有給我一個微笑 但是我覺得那是 所以我錦繪流才想壓一跟七 六 我不知道你們剛剛有沒有聽到 他有一個視角缺失的地方 他是說他看三跟九很奇怪 他驗三的心理層是 他認為他看三跟九很奇怪 然後想要驗這樣三 然後最後他錦繪流打先五後一 那他視角缺失這樣九啊 就是他前面說九很奇怪 他名牌的時候覺得九很奇怪 可是卻突然九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六這點就 做不成預言家 不知道為什麼你們錦下的牌 可能都是狼 所以才可以這樣上給這個六 對 那如果我把錦上的 因為其實我超級猶豫這個二的 是因為二對八做的這個操作 就代表說他在那個位置 所以才有辦法在那個位置 去發一個八是預言家 就想要做一個第一代跳的動作 所以二在那位置我其實 有點難保下這個二 但是我覺得八在那個 遊儀站邊的那個 滿像一個好人思考的樣子 是因為八如果是狼的話 他一定鐵鐵衝這個六了 對 所以我狼坑可能會 一二四七 再加一個六嘛 太多坑了 我沒得打你知道嗎 因為全部人都衝 全部狼都衝起來了嘛 想一下喔 四的話剛在白天發言的時候 我是覺得狀態上還行 可是他提前保這個八 雖然八在我視野中是好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可能勉強還可以 那我狼坑就可能會先鎖在 一二六七裡面四進三 對 因為九是 頸上發言的時候 我認為他狀態還滿好的 那我有點想把這個 二先磨乾淨 是因為他對八那個操作 就是代表說他可能已經六七成確定 我不是預言家了 所以才會在那個位置起跳發八一個 精髓嘛 對 那我這個人一定是下六 我不會外遊任何其他的牌 然後 我警惠有想要 再壓這個七好不好 一 妳說我警惠留 剛留的不好嘛 那我現在先不留妳 那妳的票就要給我 但我覺得妳可以把二放掉 是因為二在那位置起跳 然後往後智慧發到一個精髓 那 因為他往後智慧發精髓 對我來說是有力度的 但六在那位置卻又起跳 妳懂那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 對我來說 我覺得六跟二 如果做成狼頭半的話 六大不了 可以是不用起跳 因為他往後智慧發精髓 後智慧他就只剩下五六八 對我來說是滿有力度的 所以 然後 老實說剛剛六十在發完鹽的時候 我沒有一定很確定 我自己心中是想要偏暫時 但警下聽到現在 我個人會想要暫時 再更多一點點 是因為我覺得 因為四號的話他說 六心態什麼叫二十退水 他覺得這心態很棒 不是啊 那就有兩個 通常站起來本來就會說 你們要不要誰先退水 我再發炎比較好盤 所以這沒有什麼心態棒棒 這對我來說就是不成立 然後他就講說什麼 他覺得什麼 他覺得 他好像覺得如果六是狼的話 那他覺得可能警下就是隊友想號票 他就要著重聽三號發言 但如果你要覺得隊友想號票 三號是六號的查商 就是我覺得你自己在發言的那邊 對我來說你邏輯沒有思考好 很亂 我就會覺得很像狼在 慌了正腳那種感覺 被抓到那種幾乎 然後一號也是 因為你說十號 把你擺在第一警徽留不好 但十號有很明確在警上說 一四七 對…你剛剛解釋過那個 所以那五號 一五七 五號在警上 所以那就一七 然後入警徽留 所以我覺得 而且你說什麼 三號點你 就覺得有身分牌 然後你就突然很怒 沒有啊 三號點有身分 你搞不好是其他的身分 你沒有一定是狼人 或是壞 或是神職 他甚至沒有說你是 狼人這件事 他只說 你像是有身分的牌 但你就很怒去採三號說 你感覺想要推坑給我 他搞不好點你是神職啊 我就覺得你自己很像 進到自己的坑裡面 所以如果我發言到這邊 我想點的話 我可能會點 因為七號還沒有聽發言 所以我還沒有辦法評斷 好 我會出三 然後 我也覺得十打到二是不合理的 因為首先 如果二跟六是雙狼 二已經要來騙八了 那 為什麼 六還要再起來跳 那十的思考應該會是 他覺得二跟六在假裝不認識 而不是說 二號起身發八精髓 因為他不相信我 所以二你很壞 那二也說了 他是因為我八號的行為模式 看起來很興奮很像預言家 而不是因為你療不好 二景上是幾乎沒有在攻擊十號的吧 所以我覺得 再加上三的最後一句發言就是 我個人認為那是療暴 他對著一個發他查殺的狼人說 你那個部分 我對你的發言不太滿意 不太可能會有好人講這種話吧 就是 你的視角是全場最清楚的 然後你說 你這樣講我不滿意喔 怎麼可能 所以我會出三 然後 二懷疑我 但我還是覺得二不是狼 唯一要懷疑二的就是 十對二的敵意大到有一點 有一點奇怪 但是其他我就覺得 二沒有到太像狼 二在景下 甚至還在猶疑自己的站邊 所以十對二的敵意真的太大 我覺得 不太像預言家 我會出三 我剛剛是站六邊的 純粹是因為我一直在思考一個 如果六是狼的話 在前面已經有兩個 預言家跳起來的狀況下 他還要再躺進去 這個渾水嗎的部分的時候 我沒有覺得十發言不好 但是我一直在思考 六的那個邏輯面 那個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我是你 我應該不會 我就讓他們兩個 其中一個人就是去死就好了 所以我那時候站了六邊 但因為我後來 景下我就一個一個慢慢聽 每個人在那邊 就有點不同 有點梅花座的感覺 然後我就 我現在有一點不確定 我可能要再聽 因為我聽完第二輪 十的發言 我想再聽一次 第二輪六的發言 是因為 有一個東西我覺得很奇怪 是你查 三是查殺 但三是十的精髓 就如果今天十是狼的話 他等於是發到 他一個景下狼 他犯的精髓的意思 對吧 因為你發三查殺 就如果 你是狼 你是真原家 他們等於是狼 發景下狼的精髓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一點奇怪 就是以機率來說 我覺得 景下只有 一 三 四 七的狀況下 他還發他的狼隊友 一個精髓 那他為什麼不往一 四 七發 如果我們一 四 七 譬如說我 我是好人 你剛好不發我精髓 你可以撈掉一個 完完全全的鐵一票 你的狼隊友 可能就會衝給你 你有兩票基底這樣子 我覺得他去 發狼隊友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一點點讓我 猶疑 就是 你們兩個的真實度 其實都讓我有一點地方 有一點像 這邊也 六號也很像 十號也很像 所以我覺得 我等於是綜合了 你們梅花座的意見之後 我想再聽一次六的八言 但目前我是比較偏在你這邊 對 因為我覺得 其實真的有點太難分 然後 如果我覺得 六號 譬如說我站這邊 我覺得十號是狼的話 十三就逃不開嘛 十三逃不開 最後一支的話 我可能會比較融這個 五號這邊 因為五號是滿鐵頭的 就是可能五九 但我覺得五 五更鐵頭的是前面 就已經在站十邊 所以如果 六是真譽 我會 我會三十 然後五九開一 那如果是 十是真譽的話 我會比較偏 一二四六 但是 二又比較外面一點 因為剛剛 一有打二 所以我覺得 一二四那邊出兩支的話 可能會比較像是 一四這兩支 比較穩一點 因為一還打二 他說二聊完是問號 如果是一二六的話 也太奇怪了吧 所以我覺得 加上二號 你錦上至少操作一個東西 我覺得如果你跟六號 作為狼隊友的話 好像沒有必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還在那邊 演一個退水什麼之類的 所以 我現在就是綜合完 你們沒話作為意見 我盤了雙邊 那我目前 我還沒聽你第二輪發言之前 我還是比較在你邊的 對 我想說 聽完你第二輪發言 我再決定 對 因為我也很想自己站錯邊 畢竟我是滿常站錯的 對 過 你這個牌 很像狼耶 好好笑喔 我這樣無聲牌 現在是不是 三七十啊 好 來 我慢慢講 七號 你覺得六跟十很難認 你聽完三 你認不到我 你聽完三 三 最後一句話 不就是跟爸說的一樣 已經是 療爆了嗎 他說 六號我 對你對於爸的定義 不太滿意 有什麼好不滿意的我 我在你的視野裡 就是一個定狼 還放你茶三 你怎麼會對我不太滿意呢 就是這個話 已經不會是 好人會去講的 然後呢 剛剛有人提到 我覺得我呢 壓五號的視野不好 是因為我覺得 我在景上那個時候 我的視野只能去壓五號牌 因為二號牌 我說我景下 想要聽他的操作 那他在景上嘛 那我也不可能去壓八 因為八根本還沒發言 他根本還沒講他的站邊 所以我不可能景上壓到八 所以我會先壓一個五 是前志偉他先表達了一點 他的站邊的意見 55%的十號 所以我才想說 那我先壓一個五好了 那我為什麼不先壓景下 放第一招呢 是因為 所以我就不會把景下 再趕快再壓一個一招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的效益不大 所以我才壓一個景上的五 景下的一 是因為他的表情比較多 我是這樣想 那後來 我先解釋是 剛剛有人覺得 我壓五不好的點 那再來 我... 等一下 說我不厭九很怪 十號牌踩我的點說 我不厭九很怪 我不是在三九選嗎 選來選去 最後不厭九 沒有 我有說 因為九號牌之前 跟我當狼隊的時候 我覺得他已經很辛苦了 所以我先不厭他 我厭一個三號牌 因為三號牌之前很秀 我想說那三號好了 然後三號是狼 我有講 所以這個他踩我的點就不對 然後九號牌 我覺得你是大家 狼隊賣給我的好人 所以我想跟你講話 我希望你是好人 因為我覺得你很像好 你很像跟時不認識 但是你又站錯邊了 因為我是怨家 然後我覺得他們賣給我的 我很仔細聽三跟十的發言 因為我很確定這是兩狼 他們一直在保五號牌 跟九號牌 這是他們不敢打的兩張牌 所以這兩張牌很不盡我視野 因為我覺得狼人 不會在這個時候騙我 狼人就是保了五跟九 所以 然後 一號牌我覺得你很好 我覺得一號牌很像好的 因為他跟十號的對話 他看著時說 十號我看你很久耶 你怎麼可能什麼… 還要驗我 壓我這個錦輝流 所以我覺得 一不會這樣子跟十對話 如果一是狼的話 所以我覺得一很排除掉 我覺得一很像好 九 你先清洗一下 九 你可能很像好 但是我覺得一像好人 我現在覺得好人是一 五 九 那我再重新壓我的錦輝流 我想壓七 七 我驗你 你如果是好人就帶對 我要壓先七 七 最後一張很難壓 因為我覺得二可能應該是好 八爺一直在我邊很像好 四爺在我邊很像好 我就 那我不知道要怎麼壓 那我最後再一個 九好了啦 九 好不好 九 我怕你在那邊有糊弄 先歸三 女巫幫我讀十 謝謝 夠了 請叫她進行手票 三 二 一 請手票 我上了 我不跟你發鼻子 我看到誰投我 我想陳冠宇應該是拿不到 決賽的門票了 我先講一下 我從八號開始講好了 因為你們全部人都抓著我說什麼 我不可能說什麼 六號還是不太OK 原因是因為你們全部人 都要站六號邊 我是用好人的視角告訴你們 六哪裡不好 因為我剛才說 六一定是鐵郎 因為他發我查殺 我講這個你們也不信 因為你們現在是把十跟三 打在一起的 所以我不跟其他好人們講說 六發炎哪裡有問題的話 你們都會覺得 我只是在硬扣六號 好 反正你也沒有要聽 拍他… 趕快 拍他 他沒有要聽我講話 好 沒關係 反正你們這些橘男 就是姓 哪邊都到底 我不在乎 哪邊就168 168 168 誰投我 我看一下 1 1是狼 2 2 好 我先投我 開始罵喔 2投我 好 我跟你講 我今天會對2稍微有點 放寬鬆一點點 所以他最後投我 但是我放寬鬆的點是因為 2在我發言完的那個時候 你們記得以前的YC嗎 死都不聽 就是死都不聽 但他剛剛聽進去了 他剛剛有聽進去 他說我覺得3 好像有點可 就是那種轉彎的餘地 所以我覺得2很像好人 因為如果他今天是狼人的話 他直接把我弄死就好 所以我覺得2上好人 再來5 5投6號 4 4 好 沒關係 但我覺得妳上好 原因是因為妳在那個位子 因為妳是第二個發言 我覺得妳在那個位子 妳還有想說 有一點空間給10號牌 但我不知道妳最後 站到6邊的原因 是我發言不好還是怎麼樣 如果是我發言不好 妳等一下下輪講說我哪裡講不好 如果妳們真的因為那句話 我說6不好的這個東西的話 包括妳也常說這種啊 什麼 因為妳們在妳們的視角 我跟10是一拍 我如果把他打死 妳們好人也不用要理我好嗎 好 再來是 9號 9號 對不起 李懿 我剛才覺得妳完美 但妳還是好人啦 因為妳那個發言 也沒辦法答 妳的發言是好人 但是妳站回6邊的點是什麼 對 我不知道妳站回6邊 妳認為1號嗎 我先跟妳們講 168為什麼會散這樣朗的原因 是6號 茶沙 鐵朗 8號是因為妳從頭到尾 就是因為那幾個字 妳覺得妳完全不想聽我 講任何一句話 也OK 那我等一下看妳多厲害 好 然後再來是1號牌 1號牌是我敏牌覺得妳像神指牌 就是有身分的 沒有說妳像神指牌 1號牌像有身分的牌 並不代表妳是狼或是妳是神 我只是說妳敏牌臉泛紅 加上妳站了6號邊 我點妳有什麼錯誤嗎 那跟你反點我一樣 就是妳也說 妳對10號一個大微笑 10把妳入坑很不好 那請問妳這個東西 跟我看妳臉紅 不是是一樣的東西嗎 所以妳打我打超死 反正就1683啦 我是一張品名牌 然後 夠 好 女巫請閉 天亮請睜眼 昨晚4號6號 沸沙斯思真寫日愛曲 6號請妖精靜微微 我要吃兩次 我吃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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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號 開始翻 4 6雙死 4號牌不可能吃到毒 所以狼刀就是6 那我站錯邊了 那還是8號玩家高配 他撕掉 會讓坑非常鎖定在 而站6號就是坑 就是3 7 10 站10號坑就是6號吃毒 1號 1號 血戰 剩下一個人是誰 4號是吃刀打 所以剩下一個人是誰 所以可能我想要站 3 7 10 是狼坑的故事 我聽一下8號牌標準 因為我覺得8號牌底牌 真的是好人 他不可能就是先 先要衝鋒再勾 或先勾後衝 他一定是始終如一的狀態 但是他變票了 他換了他的那個票型 並且他有說2號牌是他認的 對 是一張好人牌 然後10號對2有敵意 所以他變票 這件事情我沒有聽懂 所以我還是 當時是站10號邊的 而且2號牌跟你上不同邊的票 所以我想要聽8號牌 就是燈塔 跟燈塔走 過了 7號牌發現 我視角非常清楚 我是獵魔人 但是我沒有撞 但是因為6號 剛剛的警輝流是要查我 所以他司警輝代表 他要放我查殺 但是因為我是獵魔人 所以我跳出來正答事 那為什麼我沒有撞呢 其實我真的很想撞6號 但是因為6號說他要查我 我有一點放不下 我剛剛為什麼會投票給6號 就是我不站他邊 是因為 我講完我的那個錶水之後呢 他第一個發現說 你是不是後悔你玩倒勾了 370 小姐 我是站你邊的耶 我說雖然你還沒發現到 我現在還不知道在你邊 然後他說我玩倒勾 什麼意思 就是 我都已經 我都已經盤到就是兩邊 然後什麼的 還是有點猶疑 還是不確定 但是目前還是比較讚 你別說他說我玩倒勾 我就覺得超級不合理 所以他後面在講的東西 我都覺得很像在騙人 我就會相信 我想要想的那個機率 就是為什麼 10號要去發 3號狼都有精髓這件事情 就是超級無敵 比較低利益的東西 我就覺得6號好像是 KIM這一個就是 他可以把他10號跟3號 打成雙狼的這個格局去打 那 因為我剛剛沒有撞 我想說 好啊 那你要查我 我就讓你發我 我是什麼 對 再給你一個機會 並且這是資格曬 我也想說 如果撞錯我會死呢 然後散了 反正你剛好要查我 剛好是你的警徽留 我就聽你報什麼 好 結果你司警徽 你是要報我查 那不好意思 然後我是獵魔人 謝謝 所以 目前證實 10號是真玉岩家 3號是一個 紅出去的平民 被我們紅出去的平民 那這樣子的話 5號剛剛有在盤 因為我剛剛前面說 如果我站10邊的話 我會盤的是 然後 現在4 他 狼刀絕對不可能刀6 因為狼刀是刀4 因為6是狼人 所以6是被毒的 6是狼人 所以4是我 我146 4是我 我猜錯的好人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146去掉4的話 然後我會覺得1才2 12不可能 126不可能做成雙狼的話 我會16 然後再塞一個的話 其實我有點被3號的遺言 打動一點是這個8號 8號有一點不確定 因為9號像大家說的 是大家邁出視野的好人 所以9號我會先栽開一點 那就剩5吧 5是一開始 很暫時邊 但是 對 那反而是8號 他從頸上 頸下都站6邊 所以我覺得 但是因為這一局有血月使者 我也不敢說 5就是絕對的好嗎 因為他一開始就站對10號的邊 好 我有幾個點 現在我真的 好像也要判20分鐘 因為3在遺言的第一句話 對著我說 8號你拿不到資格賽的門票了 那這一句話的意思就是 那我是好人站錯邊 拿不到資格賽的票 可是最後狼坑168 所以如果你覺得我是狼的話 那我轟你出去 那我不是做好事嗎 你會覺得我拿不到票 就表示我是好人站錯邊 但是狼坑又有我 然後要讓我想20分鐘的點出現了 就是 六是預言家 他已經驗完了 為什麼要撕錦輝啊 就是 1 3 7 10 3三張狼 錦輝為什麼要撕掉 就是 會有好人把錦輝丟掉嗎 所以 我 我頭真的很痛 就是 就是這樣 然後我也在聽 反正我不是狼 我覺得2也不是狼 然後9 9 聽來也還好 因為9要是看到這麼多人 站錯邊的 發言上為什麼要去倒勾呢 所以我 如果是一個站錯邊的話 那就是156 我認為的狼人 然後我覺得 2不是狼 然後再聽看看後面 然後我覺得4 如果是 戀某人不會開裝 所以如果後面有戀某人的話 就 反正會跳 8喔 8喔 因為我剛剛真的很猶豫 我剛剛真的很猶豫 我覺得7是 那我講一下好了 反正 我覺得沒差 所以其實我覺得格局很明顯 我們就是從1 2 5 8裡面出 那如果2先宅開的話 那就是158 那我自己可能 剛剛是對14的敵意比較大 那4如果被人刀了 然後2是因為他錦上的那波操作 那8是因為剛剛 莫之位就是 從到底都想要站6邊的那個感覺 所以交給妳 我沒有想要盤什麼 所以就 我只是爆出一個資訊 讓大家更確定就是 7就是贏 因為我覺得局勢其實差不多 跳出來也沒差 對啊 我自己可能 會想要投1嗎 就這樣 因為6一定 我一定是獨對的 他施錦暉耶 你是飲水 然後又練魔人 所以6一定是獨對的啊 對啊 就交給妳了過 那我寶座冠遠 因為如果7是飲水 9是女巫 然後5是我從井上 井下聽到都是好人 然後2是我的精髓 那確實就是我的精髓點的 168就是一看不怕 對 那我這輪會下1 因為我也沒有什麼好查的 我等等就 算了 我再查個5或查個8 假如以防這個5是那個深髓倒溝 然後這邊打一個模糊仗 那我先查5 如果5是精髓 我們就出8 就遊戲結束 那獵魔人 免得狼隊等一下晚上倒我 然後獵魔人撞破頭 那就輸了 所以獵魔人等一下不要撞 我跟7對話 7比較撞 2是我的精髓 那我們這輪出1 然後我等一下就驗5 那出8應該就結束 因為他也砍不完 對 因為7跳獵魔人 但因為我佔6 所以我這邊的思考是 前面5跟9都是先佔10的 跟2有操作 所以他們的操作 都不像是血月 那真的唯獨 狼坑370 370比較像血月的 的確是這張7號牌 可是因為我不是獵魔人 所以我也推不動7號這張牌 那我還是覺得10把我打得很死 是因為10的上一輪 妳說1是定狼 可是妳的錦灰流是先流2 妳完全沒有要給我機會的意思 就是我不覺得 妳一個真育炎家 妳會完全不查驗我 妳就把我打死 然後現在還把我票出去 我沒有覺得我的發炎 又空沉這樣子 我也覺得妳不太可能 停不出來 所以 但因為我不是獵魔人 所以我不知道獵魔人是已經死了 還是可能2號等一下會跳 還是怎麼樣 那我也推不動7 可是我還是想要 然後照我原本的戰略要這樣拍 那因為10想要出我嘛 那我交身分 反正 反正女巫已經跳了嘛 對 我是這樣平民牌 就是想要裝個神而已 但是我是平民牌 然後剛剛8說 他要想20分鐘那個6 為什麼要失禁會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可能 好 我講一個很關鍵的事情 4倒排的時候 幾乎不可能是平民 我真的很想拍獵魔人 就是 4的離開很不像平民耶 但如果4是獵魔人的時候我們也輸了嘛 因為你無牌了 所以 好吧好像不能這樣打 就是如果4是獵魔人我們還是輸了 因為他撞破頭 你說你讀了6 4吃刀 4吃刀也很奇妙 4有什麼理由吃刀 4的身分沒有很高啊 就 隨便一個8啊9啊 身分都會比4好 除非 兩個嘛 一個他們名道4是神 一個4是 獵魔人撞破頭 可是現在資訊是對得上的 就是獵魔人沒有撞 你無讀了6 讓人到4 然後你沒有身分 除非是5沒有拍嘛 除非是5號是神沒有拍 不然現在的資訊上是對的 但是如果要打1、6、8的話 好啦我也可以理解小賴可能覺得 原本覺得冠魚可能是好人 所以 因為冠魚講那個也是對的 就是說什麼 三說 三說8沒有門票 表示默認8是好人 那個我聽得懂 但是6是預言家 狼都驗完了 好像真的不會 所以1、6、8 可以成立 那我們 1跟8誰是血月喔 冠魚這麼興奮 我覺得5一定好人 5真的 很難是狼 那1跟8的話 還是出個8 出個8還是出個1 出1就是聽預言家的意思嗎 1確實也沒有到非常像好人 欸都 會比較像血月呢 好難啊 那歸1還歸8 那歸1還歸8啊 因為我現在只能站10邊打 是因為還要站6邊打 幾乎也輸了啦 就當站10邊打這樣子 就是因為兩邊的發言都有一些 邏輯瑕疵嘛 找血月的話 其實還有機會 搞不好是刀4 然後還有獵魔人 其實有可能 不…講錯了 就是如果我們站10邊的話 獵魔人跟女巫 就是還有兩個神 所以我們先出血月 是可以贏的 對吧 不然就是這樣啦 就賭一個嘛 我們出1 然後你就直接開撞 你信我好了 你就直接撞8 Burn and Bun 老實說六獅錦會時候 7的臉也沒有很像獵魔人 就是很困難是因為 我以狀態來看的話 4很不像平民走的嘛 然後 可是格局上好像要是 7、9好像要是雙神 那我就出1 然後 你是獵魔人就直接撞 你是狼 反正我們本來就贏不了 好 夠了 請大家進行投票 3 2 1 請投票 1號 淘汰請去淘汰區 請發擾名言 我就拚名牌啊 怎麼辦 我不知道耶 你這樣講我好懷疑 我自己是不是大戰錯邊喔 我今天後面找答案囉 拜拜 錯了是不是 感覺妳不錯了 老人性殺人 老人性殺人 沒贊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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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動喔 你很大便耶 小翔好厲害 怎麼會講得到 小翔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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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其實已經輸了 他可能沒有輸 對 對 他掛身分 我們已經輸了 沒有 可能也很輸了 他可能也輸了 B-B-K 劳人行杀人 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是 好的 我们第二轮投票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手上就是有 两轮的前四名 是吗 好紧张 我的天啊 OK 我先公布第一名好了 第一名獲得最高票的就是 好紧张 我的天啊 好紧张耶 十字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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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几乎是两场几乎全票喔 好紧张 谢谢大家 你很紧张吗 你今天都毛采完呢 有 有 拼了命 保足全力 所以第一名豆豆獲得的是18票 恭喜 好 其实第二名也是获得18票 好紧张 恭喜 小翔 太強 太強 太強了 很好 謝謝 來 講一下感言 感言就是很開心 對 因為我今天原本超級緊張 然後第一場的時候 就一直胃痛 超痛 第一場是什麼 他兩把狼 狼啊 兩把狼 所以運氣好 我也有去J盖喔 剛好都要站起來 我有去J盖 所以不一樣 同一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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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也有去那裡走走 對 真的假的 一間廟 沒有啦 沒有啦 就剛好去拜拜了 對 去拜拜 OK 來 好 接下來第三位 也是獲得12票 恭喜 謝謝 很厲害 謝謝 真的 算了兩場都完蛋了 很醜 很醜 對 拼命 拼命很秀 好 接下來剩下三位嘛 我只能說三位的票很接近 真的假的 非常接近 好緊張 但是這一位獲得了6票 是第四名獲得6票 恭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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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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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1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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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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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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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